可以啊 因為剛剛剪下來 如果產生錯誤就是 它裡面的東西是有錯誤的嘛 也可以 兩種方式 那我是建議你乾脆貼上就好了 按確定 不過只是說那個工字會非常的長 按確定 再跳回來因為工字還沒完成 然後呢 再來 如果錯誤的話怎麼樣呢 沒有東西 反之怎麼樣呢 貼上 所以最好記就是 Is L 貼上 然後加一格 空字串 再下一個貼上 所以貼兩次要貼對地方 工字就出來了 那你有的時候呢 你也不要去鑽六角尖 為什麼這樣 有時候把工字記下來 以後你工作做出來 慢慢你就知道原來是這樣子 後續我還要教過一些訣竅 反正有些東西 你就把它當成工字記下來就好了 工作就很輕鬆愉快 那你如果把它真的完全理解的話 真的就像那個九十成法表 從小就老師跟你講說 背起來就對了 那你還問老師說 老師為什麼是九十成法是這樣 那就可能他跟你講說 你就背起來就對了 那你在問他可能就覺得你很煩 或者 那實際上現在小學也有教那個啊 建構式數學啊 他們就不要讓你背九十成法表 然後慢慢推銷說 為什麼是 比如說 三七二十一 他跟你講說 原來三個 比如拿來三個雞蛋 然後再加三個雞蛋 再加三個雞蛋 三三三三三 七個雞蛋了對不對 七個再算一下 就二十一 那為什麼外國人算數這麼慢 就是因為慢慢算 那我們很快嘛 一下就把結果算出來了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懂 當然過程也重要啦 結果也重要 可是在台灣其實老闆要的是 你跟他講再多 他跟你講 東西呢 對不對 他跟你講說 你過程要 過程要很重要嗎 他應該不會跟你這樣講 東西 我要速度 我要快 我要看到成果 其他的話就再其次 那這裡也是一樣 你的東西 你就把那個公式來記一下 貼上貼上按確定 好了以後的話呢 現在再來的話 往下填滿 再來往下拖拉過來 好 結果又出來了 再來最後呢 請你把A2 按 把它選舉起來 A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trl Shift Ctrl 特別之處 順便交一下 Ctrl鍵 按住之後 往右 他就跳到 這一個範圍的 最右邊 如果Ctrl按住 向下的話呢 他就會跳到 這個範圍的 最下 Ctrl向右 向左 他就最左 你知道 向上 他就跳到最上 那 I Shift是什麼 選舉 Shift按住呢 那如果今天希望把 這個範圍底下 從A2以下 選舉起來的話 請你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這樣子很快就選舉 這也是一個訣竅 好 否則你們 有時候還要再慢慢 這樣 點 是不是再點 連慢 我習慣就Ctrl Shift向右 向下